最近有一款很热门的手机游戏 叫做神奇眼泪 大家可以在游戏中捕捉各式各样的眼泪精灵 可以透过对眼泪精灵发动攻击 来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也可以对眼泪精灵投其所好 增加好感度 提升捕捉的几率 而且此款游戏结合AR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上 发现眼泪精灵增加趣味性 狐狸猫跟小树蛙也跟上这波潮流 他们非常兴奋地约好要一起去捕捉眼泪精灵 戴上手机、水壶跟帽子 准备来场大冒险 狐狸猫问小树蛙 是否知道这些眼泪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小树蛙回忆到 上次它们是透过酸碱中和来产生眼泪的 但是生活上 有些常见的眼泪是人工制备的 有些是从天然的来源中萃取出来的 神奇眼泪里也会对这些眼泪进行介绍 于是狐狸猫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眼泪精灵 它们才刚走到街上 就在小吃店的厨房 遇到了绿化纳精灵 狐狸猫用手机看了图件 发现绿化纳精灵又称为食盐 为无色晶体 细小粉末呈白色 它们首先使用泼水攻击 绿化纳精灵便溶于水 成功造成伤害 降低战斗力50% 接着小树蛙尝试使用中性果实 发现好感度上升 它们趁胜追击 丢出精灵球 总算成功收服 成功解锁详细资讯 绿化纳在海水中的含量 约有2.8% 因此可由海水蒸发制得 也可由天然的盐矿中制取 常作为调味品及保存食物 收服完第一只精灵之后 狐狸猫和小树蛙信心大增 继续寻找其他精灵 一转头 就在街上的雕像旁边 发现了硫酸钙精灵 狐狸猫打开了图鉴 发现硫酸钙为白色固体 它们使用泼水攻击 发现硫酸钙精灵 只有微溶于水 降低战斗力5% 狐狸猫和小树蛙 决定改变策略 放弃攻击 增加好感度 小树蛙使用中性果实 发现好感度微微上升 它们便丢了大量的中性果实 给硫酸钙精灵 狐狸猫尝试丢出精灵球 成功收服硫酸钙精灵 同时成功解锁详细资讯 硫酸钙是石膏的主要成分 常见于石膏下 外科治疗骨折的石膏膜 粉笔 到了中午 肚子饿的狐狸猫想要去海产店 吃它最喜欢的鱼当做午餐 两人一到海产店门口 又发现新的盐类精灵 碳酸钙精灵在贝类上面 狐狸猫再次打开图鉴 发现碳酸钙为白色固体 小树蛙对碳酸钙精灵 使出泼水攻击 发现没有造成影响 降低战斗值0% 狐狸猫使用中性果实 发现好感度微微上升 小树蛙接着使出颇酸攻击 发现碳酸钙精灵身形变小 碰到酸的地方 也产生许多泡泡 成功降低碳酸钙精灵 80%的战斗力 狐狸猫丢出精灵球 成功收服 成功解锁详细资讯 碳酸钙是大理盐 及贝壳的主要成分 为常用建筑及装饰的材料 且因为几乎不溶于水 所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水垢 其主成分也是碳酸钙 收服完精灵后 狐狸猫和小树蛙 好好享用了一顿午餐 出来之后 在旁边的药局 居然也发现了熟悉的身影 他们走近一看 在钙片的上面 看到了刚刚收服的碳酸钙精灵 狐狸猫惊讶地说 原来我们常吃的钙片是碳酸钙啊 它还以为是金属的那个钙呢 小树蛙告诉狐狸猫 如果只有钙 那不就是吃金属 钙片完全不是长那样 哇 这边有个资料解锁 赶紧收服这只碳酸钙精灵 一起来看看吧 收服之后 成功解锁详细资讯 钙片大致分成两种类型 天然钙和合成钙 天然钙就是使用动物骨骼或贝壳 再经过加工而制成 合成钙就是人工合成出碳酸钙 其他也有柠檬酸钙 磷酸钙等基本的制备组合 离开药局后 狐狸猫和小树蛙 要来享受属于他们的下午茶时光 走到面包店门口 再次发现新的精灵 碳酸氢钠精灵 狐狸猫打开图鉴 碳酸氢钙又称小苏打 是白色固体 狐狸猫和小树蛙 马上使出泼水攻击 发现碳酸氢钙溶于水 成功造成伤害 降低战斗力50% 接着小树蛙尝试使用中性果实 发现好感度不升反降 狐狸猫丢出精灵球 精灵球不断摇晃 就在狐狸猫和小树蛙 以为要成功收服时 碳酸氢钙精灵从球里跳出 小树蛙更换选项 对其使用碱性果实 发现好感度上升 小树蛙趁胜追击 使出颇酸攻击 碳酸氢钙精灵身体冒出许多泡泡 并痛苦地缩在一起 降低50%的战斗力 狐狸猫再次丢出精灵球 终于成功收服 成功解锁详细资讯 碳酸氢钙可利用二氧化碳 通入碳酸钙溶液中制备 又称为备用碱 可制成发粉 使饼干蓬松 另外 生活上常用碳酸氢钙来清洁用具 或是除臭 结束下午茶的行程之后 因为听说台风要来了 狐狸猫和小树蛙 准备到超市购买一些防台物资 走进超市 狐狸猫和小树蛙 便在清洁用品区 看见新的碳酸钙精灵 狐狸猫发现它与刚刚的碳酸氢钙 长得有点像 不见写着 碳酸钙又称为苏打 白色固体 小树蛙仿照刚刚的攻击模式 使用泼水攻击 发现碳酸钙溶于水 成功造成伤害 降低战斗力50% 狐狸猫对其使出碱性果实 发现好感度大幅提升 小树蛙把握机会丢出精灵球 并紧张地等待 成功收服碳酸钙精灵 成功解锁详细资讯 碳酸钙是清洁剂中常见的成分 又称为洗涤碱 也可用来制造玻璃与肥皂 其碱性大于碳酸氢钙 心满意足的狐狸猫和小树蛙 要去选购饼干 在苏打饼干上 跳出了熟悉的身影 狐狸猫自信地跟小树蛙说 那一定是碳酸钙精灵 因为碳酸钙又叫做苏打 两人走近一看 发现是碳酸氢钙精灵 狐狸猫尴尬地摸摸头 拿了两包饼干到购物车里 两人分开前 狐狸猫打开手机 检查今天的战机 发现系统还将今日成就 整理为重点 我们可以利用酸碱中和反应 得到盐类 而常见的盐类 包含氯化钠 碳酸氢钠 碳酸钠 碳酸钙 硫酸钙等五种 狐狐狸猫 兴奋地告诉小树蛙 我们今天收服了五种精灵 下次一定要再来挑战 收服其他更厉害的精灵 小树蛙自信地说 当然没问题 我们现在可是神奇眼泪大师呢 在本次冒险中 狐狸猫对氯化钠 碳酸氢钠 碳酸钙精灵 都有造成攻击 使它们的战斗力下降 狐狸猫分别是使用什么原理 对精灵造成伤害的呢 一起想想看吧 我们今天介绍了 五种生活中常见的眼泪 欢迎各位找找看 生活中还有哪些眼泪 留言底下告诉我们哦 大家拜拜 拜拜